哈喽 大家好 我是表弟 表弟叫你简单煮 今天要教大家煮一道料理 那就是咸鱼芽菜 那这个芽菜呢 我们就把头尾去掉 我们叫银芽 那么我们配它的料流 红辣椒一条 少许的姜丝 一汤匙的那个蒜米 一条蓬 两片那个咸鱼 咸鱼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皮 去掉不要 你可以切丝 但是我们这个是因为是这样的 我们必须要把它切小粒 稍微去洗一洗 咸鱼不需要多啦 少许的咸鱼香味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些就是我们的材料 那么我先要拿去洗一洗 冲水一下洗一洗一下 把它的鲜味 稍微震撼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拿去炒 炒的时候我们先调味 四分之一茶匙的盐 一茶匙的鸡精粉 炒起了胡椒粉 我们这个就可以直接一起炒 这样子也放下去 轻松放下去 这样我们一起炒 ok啦 这样我们可以去下厨啦 ok热锅 我们先热锅 我们热锅下油 先把它去炒 混小火 给它慢慢震一震它 先一震一震它 咸鱼放下去 不要马上去炒它 给它炒了它 稍微干生的时候 我们才去热热 小小火炸 小小火炸 炸透它 那我们开大火 油闭一闭它 加一点油下去 蒜 蒜米 再把它炒起一个 炒好了 爆香蒜米后加入咸鱼 接着把所有的材料炒在一起 加入一汤匙的料煮下去 加入一汤匙的料煮下去 烤至香即可 拿开 希望大家喜欢我这一道 咸鱼芽菜 放发落作丢 成功就解对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拜拜